上一節就講了一些故事的劇情 又講了一些有趣的地方的設定和機題 第二部分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如講一下角色 Sunny你有沒有一些角色 或者你怎麼看主角馮特 你喜歡這個主角呢 可以讓我講一講嗎 因為Crossbone系列我為了欣賞的 雖然我沒有看過漫畫 但我有打機戰 Crossbone系列我為了欣賞的就是它是製造一部藍色的F9 因為我很喜歡F91 而角色來說我是喜歡西寶殼的 西寶頓 因為西寶頓一來是機制中好用 我在機制中大概就知道它的故事 其實我喜歡西寶頓多了所有Crossbone的角色 我的西寶頓是很帥氣的 所以我看到這本書沒有 我是沒有一個人有紅金 你看到後面它會出來 賣麵包 我沒有打過機戰打到這麼多 但我聽到一些朋友說 你打機戰的時候會有一集會有F91的西寶頓 在平行世界遇到 海道高達的西寶頓是同時出場的 然後好像有些對話是 你不是我來的 為什麼你會沒有一隻手 你還是不要知道 你之後做人要小心一點 因為西寶頓給我的感覺就是它是一個很老練的駕駛員 好像是後期的阿寶 你覺得它是很厲害的 我會說Crossbone始終是比F91的時代是退後了 它作為一個前輩有這個風範 其實如果你看這套 反而你看過Crossbone 你在這套就覺得托比亞也成長了 托比亞在Crossbone就是年輕人 我反而覺得長谷川這個安排挺有趣的 在Crossbone其實是雙主角製的 我覺得托比亞也高一點點的 但是金格道和托比亞 即西寶頓和托比亞其實是會並行的 但是去到鋼鐵之七人 他就fade out了金格道 金格道也改名為西寶頓 去做麵包師傅 其實我覺得鋼鐵之七人那段 也有些味道的 就是他們有想過要找他幫助 但是托比亞看著這個計劃 他們的鋼鐵七人那個計劃去破神之類 基本上是有去沒有回的 去到也不能回來 因為那時候光之翼的技術 還沒那麼發達 他們有光之翼去 沒有光之翼回 他看著西寶頓和西西李終於可以這樣平平安安過生活 我不想再打擾他們 你們不要再打仗了 那些仗交給我們去打 然後再過了17年 你又看著他作為一個Leader去帶馮特波 我覺得長谷村這樣安排一個傳承 其實是頗有心思的 而馮特波作為Ghost的主角 我自己覺得他開頭整個設計我是喜歡的 但到他的能力覺醒 我剛才跟Thomas第一節有稍稍討論過他是不是新人類這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說不是新人類的話 我覺得他的能力就有點怪的 因為他的續集Dash那裡討論過一樣東西 Dash的主角都不是新人類 他就說回新人類 Dash還是Dust Dust Dust又討論過一樣東西 究竟不是新人類的普通駕駛員 他有沒有辦法打贏新人類呢 他列出了一些駕駛員出來 其中一個人就是馮特 作者都表明他不算是新人類 OK 但因為他這裏 他對於那個 即是如果他不是新人類 但貝儀很明顯就是新人類 貝儀的訊息他是感應到的 然後他也都會 可以預視到一些 外出了他視野的東西 因為長谷村的新人類 和富野的新人類的解讀 其實多數有些不同 我覺得每一個作者都有他自己的新人類的解讀 因為我們Discord的頻道 都有幾位聽眾在討論過 我想大家都未必會喜歡 我忘記了 Unicorn的小說的作者叫什麼名字 我當然是忘記了 我忘記了 Unicorn的作者對新人類的解說 我覺得是有點怪力亂神 他又影響時空 你看U.C.那套劇場版 會覺得很古怪 那件事 我不喜歡 整個Unicorn的新人類的解說 我不喜歡 長谷村這個和富野那個有不同 但我覺得還是在溝通的框架裡面出現 但是去到一個 福姐是福姐問程 你給我一個姓的我就記得 我會說他整體那個感覺沒有脫離很多 但是他有一些不同的解說 所以我就這樣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冯特 如果你跟我說他不是生人類的話 他做到的事情就有點難解釋 我自己理解冯特 就是好像托海一樣 他拿一個23倍音速的高達 就是他周圍的事情變得很慢 他自己的腦轉數很快 他就可以不停用 他的推理能力 推理到很多不同的事件 一些蛛絲馬跡 令他判斷得很準確 還有我覺得長谷村 在最後那一期 最後那一刻 他有鬥的就是 十三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他基本上是猜錯了 所以都說他的能力是有一個限制 而人類的可能性是無限 這件事我覺得都還包在 傅野高的大框架底下 整體我都很喜歡這個主角 因為我覺得在高達的駕駛員裡 很少是靠用戰術去作戰 很多人都是靠他的駕駛技術 但他在不同的場合 無論是他支援或者自己打的時候 都會想這些戰術去跟敵人作戰 以及贏 這一部分我都很喜歡他看他的戰術運用 就是智慧型高達駕駛員 就是智慧型高達駕駛員 即是初期他的駕駛能力不高 他就唯有靠戰術 這件事我挺喜歡的 還有因為 托比亞其實都幫他很多 我覺得 馮特波有一種平民 對於戰爭的那種理解 會強一點 因為其實托比亞可能打仗打得太久 他其實有點淡了 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托比亞也會彌補到他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作為軍人的不成熟 或者那個時候他剛剛 傑克入隊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事情去牽制著傑克 他很搞笑 他給了一個 說他在傑克部機裡裝了一個自爆裝置 又把引爆器給了馮特波 但是馮特波之後拆開自爆器 他看著這個混蛋其實純粹是一個喇叭來的 他純粹是想著 馮特波可以跟傑克這樣溝通 或者他知道傑克說什麼 因為他們溝通不了 單方面是偷聽你的 但是同一時間 他也不是完全盲目相信傑克的 你見到其實他做這個事情 其實托比亞是相信傑克的 但是他不是盲目相信 他對傑克做的事情就是 你知不知道 其實他才是大哥來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打他不中 他其實 試試我們這裏最厲害的那個 快點脾氣上來 連我都害怕 這樣去嚇他 那你見到這些就是托比亞 這些事情不是西布頓會做的事情 西布頓的人比較老正 托比亞就會做這些滑頭的事情 我覺得都頗有趣 他們這兩代主角撞出來的火花 講小題外話 其實托比亞在後一套續集 還有最近還有一套海盜高達的 叫X11 其實還有托比亞 那些人其實都見到托比亞 其實你真的很辛苦 你究竟要打多少年 你當初有一個女兒 你真的做了很大的犧牲 我覺得她的犧牲已經超越了西布頓 他本來也不是木星人 現在變成一個仆心仆命 為木星去鞠躬盡碎的人 那沒辦法 你娶著老婆是木星的女王 那沒辦法 是的 那她的犧牲已經超越了她的 承傳給她的西布頓 那就講完主角 那不如講一下今集的 講多一些今集的最終大佬 基索終將 你怎麼看這個基索終將 我覺得基索其實是一個頗有魅力的奸角 他一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他是一個單純的陷家產 甚至乎 其實我開始 我總是承認著他這些人 都是利用 第二個馬里亞 阿巴 那你去到最後你會發現 他跟阿巴其實是真愛 然後他做的事情 其實因為 他明明應該是木星的承繼人 但是他老爸其實自小已經看不起他了 那又推給他阿叔 然後還有人去監視著他整個成長的過程 那無論他是阿叔還是他老爸 其實都不信任他 那所以他有一種自卑 而令到他想他成為人上人 那我覺得他整個行動的理念 是完整的 那你說他的計劃是不是一個仆街 當然可能是 但是他整個計劃是完整的 他整個人是完整的 然後他也真的有落手去執行他的計劃 而他執行計劃的人數 其實他從來都不多 看起來是有點傻 但是你看看他的MS和MA的配合底下 而他跟阿巴之間那種真愛 那種固定的關係底下 不是不行的 我覺得如果他的兵力可以再多些 那說服力會比較強 始終你阿巴沒有可能 拿一部MA控制到一萬幾千部機 其實他主要不是靠兵力 他也是想靠一些病毒武器 但是因為你靠病毒武器 搞定了贊斯卡爾 之外你另外扔掉地球 我當你搞定了地球聯邦軍 你統治不了宇宙 你其他人反你的時候 你還是要靠兵力 那我覺得你作為他這個人 他如果有多些兵力在手 然後原來他的終極武器 就是自己加阿巴這個黃金組合 那我覺得這件事會更堅固 因為我第一代大總統 我覺得他的理由不夠強 他要毀滅地球 毀滅地球之後你幹什麼 然後他又沒有想到 那或者第二代的Marser兄弟總統 更加無縣無故 純粹想繼承 第一代大總統都說有個葡萄的淺因 那第二代的Marser兄弟總統 是沒有說一個很強烈的原因 只是想說繼承第一代的為止去做那些事 那我也是覺得 因為不夠說服力 那我覺得基索中將的塑造是比較完整 好像Sunny所說 他有自己的家族的背景 就是令他為什麼 是這麼想要權力 那還有他除了奸之外 他除了鬼畜之外 他是會有一些戰略 是有部署一變 就是前兩代大總統 都是毀滅地球才算 不想其他事情 那我會見到 他一步一步是想做些什麼 那比較明確 還有好像Sunny所說 他跟他老婆的關係 都令到有少少反差 原來這個人都有人性 但另一方面 他對其他人又很無情 那我呢 那幾個角色比較具體 還有他跟馬戲團那個 大佬那個團長的關係 其實是蠻有趣的 因為他開頭是這樣找馬戲團做傭兵 但其實你看到後面 你看到他們真的要反面 要開拖的時候 你會發現基索中將是 我已經預計了你們這些傢伙反了我 因為你們這些傢伙是傭兵 所以你們的目的 一定是把最強的武器 放在自己手上 令到自己的價值提高 才能賺到多些錢 所以你一定是想跟我欠天使召喚的 但是在天使召喚的底細都還未明確之前 那我就先跟你合作 我知道你一定會反我 而那個大佬就是看著馬戲團 大佬就是看著 基索中將沒有理由這麼蠢的 他一定知道我是想反他 但是我現在收著他的錢 調查天使召喚 到我找到的時候 反桌 最後還是要跟他打一場 但是我找的過程 我可以先賺著你的錢 我們這個關係是有些互相計算 但是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的底牌在哪裡 而只是等個時機出現 到他們真的打的時候 也是一種色英雄重英雄的 兩個囂雄的對戰 我自己是覺得這段關係挺好的 而且基索中將是控制欲 以及高度極點 過程中其實他都用很多不同的高壓手段 去令一些人屈服 譬如他用斷頭台令到彭特想屈服 彭特可能最初都是口頭上 答應著他 或者團長有一個位都是 團長有一個位不夠他打 被他鉗譽了 我效忠於你 當他知道那個人不是完全在心裏 完全是跪拜屈服 他也是不會放過那個人 控制欲是高到極點的 這個作為的艱角其實也是挺有魅力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算是射得挺好的一個艱角 甚至放諸在整個高達系列的話 其實他都一點不失禮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挺成功的艱角 另外我會想說一下傑克 他作為原先的反派 然後加入成為同伴 其實在Cosborne的系列裡面都不乏這些角色 之前的Rosemary其實也是 但是我覺得傑克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是他容兵的心態 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底線 然後再隨著故事發展 我覺得這個人有點後切 就是原來他還有一條女的 都是那幫人裡面 然後他見到一條女又要救一條女的 我覺得整體 這個角色是寫得挺豐富 然後他還要有一個夢想 我覺得很有趣 他最後跟馮特波說他有一個夢想 就是他想收生不做 然後做一個神父 為自己以前做過的事 做一些贖罪 同時做神父就可以幫到很多孤兒 他後來也真的做了神父 他講了這個時候 我看著 你這樣講完你做不到的了 然後他真的被人打爆了 但是馮特波16年之後醒來的時候 發現原來他還沒有死 他在一些小小的珠仙馬跡那裡知道了 我覺得這樣寫這個角色其實挺有趣的 然後他真的做到想做的神父 我是挺喜歡這個角色的 那說了一些我們欣賞的角色 你會不會有些劇情或者世偉 你是不太喜歡的 劇情世偉我不喜歡嗎 其實剛才雖然他去找西布頓 因為馮特波他們出走的一段 去見過西布頓 我會期望西布頓可能是給他多一點點東西 我也覺得是 但是最後他沒有用一個前輩的身份給了很多東西 而反而是用一個人身的前輩 而不是高達的前輩 有時候可能都會接近高達的味道 我一時間沒有想到很多例子 但是我記得的就是Unicorn也是Unicorn 然後他抬頭就放著寶寶和寶寶寶的照片 我覺得高達的都是有這種味道的 就是他未必會真的用高達駕駛員的前輩身份給你很多東西 但人生的前輩 但我自己覺得如果西布頓這樣出來的話可以給他多些發揮我會開心一點 其實他也生了很多蝙蝠是跟西布頓稱為托比亞的一些王子 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有些多的 因為托比亞的身份其實也是很明顯的 馮特其實靠自己也推出到 但他就用很多蝙蝠跟西布頓說那件事 但我覺得有不同的 因為托比亞的樣子是不會自己說的 而馮特波猜到但他想 有一個人真的跟他說那件事 而他說那件事給他知道那個人其實是托比亞的前輩 我覺得其實那段戲是蠻浪漫的 我也覺得有些位浪漫 西布頓跟托比亞互相沒有見過面 西布頓最後就是給了一袋麵包給他幫我拿給托比亞 叫他好好吃麵包 然後阿托比亞看見面包也知道西布頓安好 其實那段是蠻浪漫的那件事 最浪漫的是為什麼馮特會無緣無故拿走 幽靈高達找到西布頓呢 原來就是托比亞經過地球 一直想設定位 他知道西布頓住哪裡 就是在海盜高達設定位去找到他的家 然後設定位又取消 設定位又取消 然後馮特就看到為什麼瀏覽紀錄 有一個這樣的紀錄又開了又關了 然後他就朝著紀錄才找到西布頓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蠻激情的 托比亞和西布頓又不算很大的BL 他們比較像兄弟 我自己覺得還好的 但是如果那一段 還有他都有一些位置 雖然我說這段我算是有點不喜歡 但是長谷村都安排得不錯 就是西布頓是坐了上部X0 那裡打了一場 那你見到西布頓都還是伸手萬節應付到所有事情 西布頓是我永遠基前的主力 那是掌握得不錯 我覺得他寫這個前輩 他既不生前輩的風範 但是他也不會很搶主角的光幕 那我覺得這一點他掌握西布頓這個角色掌握得不錯 其實這個位置 講一下馮特的位置 馮特的位置陷入了一個心理困局 那位置我射得不錯 因為他之前又經歷過一段投台事件 譬如又經歷過ウォース・マミス 親眼死在他面前 那個死亡也是不喜歡 然後核彈又炸爆整個城市 他又迫著很大壓力地要切斷核彈 加上他的壓力爆煲 令他的理性失控 我覺得那個位置是不錯的 但我不喜歡的一個位置就是 他最終是振作回去 因為吃了布頓家教貝兒做的麵包 這個位置對我來說 有點奇怪 突然吃個麵包就振作起來 他找回人的感覺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他是吃不到東西 他是靠釣鹽水 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那套自殺島 自殺島裏面有說過 其實那時候主角就是 他去到島上 他第一次吃東西是哭的 他就是吃東西是一個 很感受到生命的 雖然他那個麵包 但其實吃東西是維持生命 而同時很可能是剝奪你的生命 我又不是理解不了那一下那個感情 但是如果是西布頓的話 我會想他做多一點 是認同的 另外剛才提到的 Rosemary死的那段 我覺得作為前一代的駕駛員 這樣死有點流 因為他是打完那場仗 然後Rosemary出了一本書 關於鋼鐵七人對神之類計劃的 一本的小說 然後他就想著再出一本叫 賺斯卡爾興亡錄 但是他打完那場仗 他說 我已經有初步的眉目了 說到這裏 無緣無故在背部射一槍就死了 整部機中間穿了個大洞就死了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安排 他畢竟都是一個上一輩的Ace Pilot 然後這樣突然間就死了 而且其實他做了這個Rosemary 是被之前更加吸引的 就是各樣東西都更加分離 或者他的駕駛技術也是高於之前的 那突然間 經歷了一場大戰 就突然死了 我都覺得那個位置很突然 他勾起了賣戲團的角色去欣賞他 所以賣戲團有一個霧面的女性 因為他的女駕駛完後才幫馮特他們 這個安排不錯 但是他死那一刻真的不喜歡 我覺得他可以 死之前可能要多說幾句 不要那麼突然 或者寫得有價值一點 現在就有一些 他唯一的價值就變了震撼教育 對馮特的震撼教育 但是我覺得可以不用是他的 可以不用是他 有些像火影見到誰死 見到白眼的男生叫什麼 一香落算 有些像那個駕駛 無緣無故就死了 即是他那一刻幫馮特擋槍的 我都會接受到多一點 雖然老套一點 聽眾就說他覺得西捕屯那段 他覺得剛剛好 我覺得可以多一點 我又不是覺得很差的那一段 因為我覺得其實本Ghost 是整套十二期書 其實是不錯的 節奏所有東西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我不是真的說 有一些位置是很不喜歡的 另外剛才那個位置就是 生命麵包 就是因為中間的對白是很有趣 我不知道日文對白是怎樣 我在中文版 貝宜在搓麵包的時候 就說我要成為麵包 就是我看著 你是不是想給馮特波吃 這個其實是不是姓暗士 姓暗士 然後馮特吃完麵包之後 還想說 是生命 我感受到是生命 作為一個香港人 那句是有些好笑的 還要幸運麵包是貝宜做的 如果一個男人做給你的生命麵包 是有另一種意義的 如果他吃過好像美心那些空心麵包 他應該會轉到 你好不好 炸掉這個地球 還有有時候看著 托比亞 看看馮特的一些感受 挺有趣的 究竟 要判他死刑好 還是去招他做女婿好 好笑 還在蚊花 蚊花飯 很好笑的一段 他前期都不停警告馮特 你不要起譚 起譚就抓你去判你死刑 貝宜就交給你照顧 他好像強姦兒 扣你50分 他是跟馮特說的 貝宜就交給你照顧 但如果敢出手的話 就是死刑 多次恐嚇他 但最後還是阻止不了他 還有沒有其他位置是覺得深刻的呢 還有沒有其他位置呢 我挺喜歡他跟V Gundam做一個平行世界 跟Parallel雙線並行 他不是平行世界 說錯了不好意思 Parallel並行 我意思是 我覺得那個挺有趣 而且他不用盜讚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其實從來 我覺得其實他現在 因為Bandai現在保護 UC18年打後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不喜歡他 塞很多東西在一年戰爭的位置 不停出一年戰爭相關的東西 那套Thunderbow 已經不知道在做什麼 其實時間線 Thunderbow的時間線好像已經跳後了 我已經太久沒看了 但因為本身的Thunderbow 已經比Z高大 根本就不合理 因為他開頭握的那一部 都沒有事 他真的是Thunderbow 那一刻真的出事 然後經常都放很多外傳 一年戰爭那些 我很不喜歡 反而你填 到底由馬反 或者叫做Unicorn Unicorn之後去到F91 中間發生什麼事 F91去到V高達中間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你填這些位置 反而我會有興趣去看一點 我是不知道他會連對V高達 將CrossPone的故事 是啊 甚至乎Ducks的話 他已經超過V高達 已經超過V高達 我自己是會想看 反而會比這個發展更多 而他並行那裡 他沒有令到這件事 不合理的 雖然我會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讚斯卡爾帝國 是 怎麼說呢 他特地叫做 分了基索中將出來 令到讚斯卡爾帝國 不需要分神去搞這邊 由一隊叛兵 去跟CrossPone這幫人打 然後他自己繼續對回 胡索他們那幫人 神聖軍事同盟 好像叫做 我覺得那個安排其實是挺巧妙的 也都看到跟一些 我們叫做UC正傳見過的東西 有關的味道也比較濃 安維一如果叫做有些遺憾 如果他最後跟基索打到尾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到整個宇宙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在那裡見到千事之環有一部V2飛過 那我可能會開心一點 其實剛才沒有說 其實他那部幽靈高帝已經有一個屈機的存在 是裝置了全身都是 全身的艾力長 還有有光之翼 他的艾力長是 還有他是很瘋狂的 他是可以全身射無定向的光竹炮 他的艾力長就令到射出來的激光 會扭曲 像一條邊一樣 可以扭曲出去 這樣就可以勾射 其實是很難屈機的 我覺得他可能比V2更厲害 我沒有看見V高達 他會不會比V2更厲害 你覺得 真的很難說 因為你V2AB型 然後再加上光之翼那一下 起碼畫面那裡讓我震撼太強 我不知道實際機設的東西 因為我不是很研究那些東西 但是看動畫的時候 那個畫面太震撼了 還有講回長谷村的寶原 其實我挺喜歡長谷村畫一些外傳 譬如他自己畫過海盜高達的外傳 去寶原海盜高達 骷髏心 對 中間幾年發生的事 譬如長谷村畫過V高達的外傳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我知道他畫過沒有看過 他畫了幾畫的V高達外傳 就是說 穆星爺爺在宇宙裡 救了V高達的主角 救了胡索 救了胡索 原來穆星爺爺那時候是準備 拿著整個文地去移民 去太陽系以外的世界 就說他跟胡索的交流和合作 我覺得那個位置 那個外傳是挺有趣的 我真的挺欣賞長谷村一些idea 去架構一個UC另外的世界 或者另一個故事 又不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我一直都看下去 我都挺期待他這個海盜高達系列畫下去 另外 我有個位置我不是很記得 其實黑貓運輸 現在渣奇那個人是什麼 那個女人 其實在海盜高達有略略出過 其實海盜的艦艦有兩艘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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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 在做黑貓運輸 所以當他這次找黑貓運輸的人幫助那條石眼佬在幫他們搞的時候 他不是經常說要跟會長說多謝嗎 幫我問候他嗎 我經常都想不起到底會長是誰 總之簡單說他都是十字先鋒的人 不出場 就是為了有一些印象 是海盜高大的時候 本來是想送木星公主的名字太難讀了 就是貝兒老母了 想送貝兒老母回地球的 本來是想坐那位女人的那一艘藍回地球的 誰知貝兒就是偷盜回去 那一艘藍 他那一陣子出了一下 雙眼說木星爺爺的那套漫畫好像不是官方正史 外傳的東西是Bandai一時一時而已 不需要太認真的 還有木星爺爺好像在遊戲裡面都出過 是是是 木星爺爺我想Bandai都更狠認 你說木星爺爺遇到胡索的Bandai不認又沒有太大不了 我覺得Bandai經常都是這樣 他跟正傳都沒有什麼衝突的 他都是說胡索和大隊失散的一段時間的事 Derek就說夏里遜有在以神聖和文君出場 這個是的 因為畢竟夏里遜是乾弟之間的乾弟 他那時候是跟Rose Mary結婚的那個好像叫寧木 他是寧木的徒弟 你覺得他是很乾弟 無緣無故在這裏突然出一出來 亦都幫幫他太陽板 不知道什麼那件事 他出了一鏡 他跟海盜團是有點淵源的 他在第一集的時候 跟西布頓打過F91 他是藍色F91 藍色閃光 我自己覺得這些位置他算是安排得很好的 其實他這麼多人在砌那塊太陽板去射 圍著那個位置射的時候 他出了很多角色 我的確有些我不認得了 他第一集海盜的阿伯也有出發 阿伯還拐掌指著那個方向 然後前面的人說原來他真的是雙人類 我自己覺得這些位置長江村其實安排得很好的 另外好像聽眾也有說 其實最新的那個連載Love&Peace好像是馮素波外傳來的 喔 我未看到那個 我也未看到 因為其實Dust和X11我都未... 老實說 我看Ghost之前 我對長江村還是很有偏見 我現在起碼覺得長江村是漫畫的 我是可以看的 但我覺得Dust寫得一般的 我覺得他的主角的交接有點失敗 所以他就說X11就找到托比亞出來做事 有機會都會想看X11好像還未有中文版 Dust就應該出完 應該出完 但我沒有Dust這套書 因為Cosborne的書我都沒有存在 其實這套書 天哥說他沒有看 但其實我有點意外 因為其實這套書是你給我的 是嗎 那時候不是真的你的 我朋友也有一堆漫畫不要 很多高特的漫畫 所以這套Ghost 呼籠三套 鋼鐵七人 和Cosborne正傳都是你給我的 就是因為給了你所以他沒有看到 我以為他先看了 我經常都說 你給錢我會跌到 這個鋼鐵給你 但我都沒有浪費 因為既然我自己不喜歡 Cosborne 其實放在我手上也沒有意思 所以其實Cosborne 呼籠三套和鋼七 講完之後 我就轉陣給YPL那邊 藍哥 因為藍哥他喜歡Cosborne 他也受到長谷川的畫 所以我就給他 Ghost 我做完今集之後 我這個桌面有九本 因為 添哥是沒有收我錢的 他的朋友應該也沒有收你錢的 這樣給 但這套書就不齊 這個沒有投訴的 不用錢總是有什麼投訴呢 現在補購那裡 我看到我沒有了七十一十二 七和十一我應該是可以補到的 十二博一下來都沒有貨 竟然 可能有點麻煩 Dust 我就沒有了解過 因為我也沒有輸 大致上是這樣 是不是還有什麼要說呢 如果你很想我們說 海盜孤達的其他系列 你們就留多一點 甚至負一下金給我們 我們可能會加快速度去說 Derek說 Dust是完全否定UC的世界觀 長谷川不想畫 但故事不是長谷川林嗎 這個我也不是很肯定 因為起碼我拿著Ghost 原作他寫雌兆和庫野又有貴 但兔兔高達也是這樣寫的 所以我會期望編劇就是長谷川 Dust就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研究 我另外想多賺長谷川一件事 就是他對於基屬中將那個 四盞燈的MS停止系統 我一開始看 我覺得有些理說了算 因為那些閃燈會把那些病毒灌到你的電腦上 但我想回的時候 因為大家經常都會挑戰的 就是他靠那兩支桿和四個腳踏 就操控了一部MS 而其實我們正常 我們人我們現實世界開車 哪怕我們開車的軚盆 我們控制了大多數的東西 但其實這部車裡面也有很多電腦系統 幫我們去操控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在說的是 你看到是托比亞 是馮素波他們自己去開一部MS 但其實有很多電腦系統在輔助 我覺得這個世衛的補原其實是在消除某些 或者挑戰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頗有心事 其實我覺得他畫的東西很多都很應勁 其實他2013年畫的連載 然後他又畫到一個AI 就是令我聯想到最近的TrackGVT 然後又畫到一些病毒的武器 他還要畫為何那些MS 看完光之後就會中 他就畫 很多年前比QR Code 送到就讀了 所以我覺得他畫的東西很應勁 這件事挺有趣的 是OK的 所以我也有點興趣再看完後面的發展 好 今天差不多了 那海盜高達系列應該都會繼續講下去 看看時間 大家如何配合 我們再講 要給天哥看海盜高達和TG7人 然後他再看一套高 才可以跟他們一起講Dusk 另外高達那裡 水星魔女就快播第二季 應該好像是七月 今季播了嗎? 四月播了嗎? 四月播了嗎? 四月播了 四月播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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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其實第一季都沒有看 到時候又可能會跟大家說說 水星之魔女 也有傳聞說 水星之魔女之後 會有機會會有seed的劇場版 都說了很多年 涉及劇場版 沽車看看他如何發展 好 喜歡看高達的朋友 可以繼續在我們的Youtube留言 Facebook Group 甚至如果是C主的話 在Discord都可以繼續跟我們討論下去 今天節目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 洞廢大日子 十七週年台慶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